這次擁有超討班的理程術 邵文闖大禍 剛破萬 少五十萬買一台滿配的冰寺 真的一模一樣 這個節目是 各位支持者提供的提供 Yo大家好 歡迎來到宏達來收稱 假日片 假日也出來加班 假日也要來加班 好不好 我突然都會主動做到邵文 我是阿佑 今天要去買一台 小車 但是擁有超跑班的里程術 超跑班的里程術 為什麼這樣講 正常超跑里程術 今天這台是2017年的小車 你覺得2017年到現在 可能大概四年多五年 你覺得開多少算少 四年多五年 假如說開四萬五萬 其實就算少了 呵呵呵 怎樣怎麼了 真的還 這樣子我會叫你來開嗎 四年五年 還沒破一萬 還沒破一萬 九千九百多 這是幹嘛 拿來收藏用的還是怎樣 就是老婆的買菜車 可能都近距離的 對 但是後來發現 太多老婆 不是不是 是老婆太多車 不是太多老婆 那是什麼車 其實就在前面而已 我們出發新裝 帶大家去看一下 好 GO 好 接下來把我們這個新裝王大哥 這個Q30簽回來 這個你陳述 剛才不好意思 剛破萬 因為他給我的時候是 9996 我開回來六公里 現在應該是 100002 反正就跑一萬公里 但是少一些些賣點 所以我標題還是要給你打好久先 沒有我直接說 少文闖大禍 有沒有 把一台車直接開到破一萬 正常 我真的以為台灣在買車 只有寶石街跟特斯拉 不會駕 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這台也不會駕 這台也不會駕 真的假的 當初新車夯到149萬 那是風扇版 比較頂級的 有自動跟車到149 就是149 一毛不砍 嚇到了你了吧 大家都知道這顏色是不是 不是那麼急 但是不會到很醜 當初也是因為缺車缺得很嚴重 王大哥就不想要等 所以就趕快就買了這台 也沒有說我買藍色便宜三萬 也沒有這回事 149就是149 現車還不給卡 業務還打電話給他 你還想說 我當初賣你業務 他我小陳 黑黑了 那個車子最近有要賣嗎 價格不錯 所以這台車真的保值的小車 然後 這台我覺得要介紹的時候 應該先買引擎看 當初賣的好了 主要就是 算是 賓士 CLA200 的姐妹車 一模一樣 包含水箱的位置 這個山上有的位置 幾乎連引擎的上市蓋 就只有這裡而已 只有Mark 欸等一下 他是圓形的 你搞不好把它敲起來 他就是 賓士 對啊 是這樣嗎 應該會喔 沒有那麼誇張吧 沒有因為那個什麼 Chicoda就是這樣 是這樣 挖出來是浮絲 我想應該 你看那個大燈的標籤貼紙 還是都是一樣 因為這個是 對啦 只有他才有 對 但是這一台 當初新車售價149塊 燙到爆的原因 就是因為 如果 他的姊妹車 賓士 GLA200 你知道要多少錢 一模一樣的引擎喔 只換個Mark 連車內都長得幾乎是如初一側喔 配備還沒大多喔 沒有自動跟車 沒有全景天窗喔 打這麼多 應該要差不多價格吧 我嚇到 吃手燒 199萬 哇靠 沒有全景天窗 沒有跟車 還要199萬 這台車划算的地方就在這邊 會搶成這樣 對也是很多人去訂他的一個角度 如果是你當初一定會買一台 我一定買這個 你會買這個 我決定買這個 他其實又是日式品牌的光 這不是有那個嗎 對啊 日本賓士是甚麼 欸 好爽喔 Infinity 人家就叫做日本賓士的感覺 我有可能會買賓士 比較虛化的人 但是如果 我今天要買一台中午車 原則上我會買的 因為這樣子CP值才夠高 現在這樣打入中午市場 他能夠享受到這麼多的配備 還沒跟大家講 2017年8月出場 藍色的 好1萬公里 當初風扇版新增價是149萬 最終跟我們新裝的王大哥 也是我們的老主婦 收貨價是82 原廠業務講說他70級很高對不對 我們不要80 82 再加 加到他的這個里程數 買到這台車的消費者 應該也算是賺到 非常不多說 我剛才開來的時候 我發現這台車的 第一個 配備給的很詮異 他這個呢 他這個大燈是有遠近光自動調整的 GLA200 沒意外 應該是HID 頭燈都偷喔 他就全車系 GLA那個時候 應該都是HID的 鑰匙摸門 我跟你講 這形狀 這小把 對啊 包含鑰匙 一模一樣 有沒有很熟悉的感覺 連按鈕都一模一樣 然後這個 連跟車的那個骨感 所以這樣他等於就是23匹喔 他好像沒有車到輔助 他就是跟車而已 他應該是單跟車 我不確定 我等一下稍微查一下 然後現在里程庆給大家看一下 1002 1002 1002 剛剛還是9996 8年儀表版 然後整體的輪廓都很像 但是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沒有排檔感 欸不對啊 那個時候的GLA不是這種的嗎 不是 那個時候GLA都是在這裡 但是竟然 149萬的Q30 給你又AMG的排檔感 對啊 這樣超級欸 怎麼會長這樣 對啊 很屌欸 好奇怪喔 很酷喔 那個GLA車系以前是要4 還是在這裡喔 其他在這裡喔 對 那149萬的Infinity在這裡 然後呢 它還是雙邊的電動機翼座椅 GLA200 那邊我印象中是手動 那天窗跟天窗 全景的喔 全景的 全景的平衡 這發動聲音有沒有 一模一樣 這因為我這賣很多 這一開起來 整個就是賓士的感覺 而且他又有沒有發現 這個誇張了吧 欸 你竟然是7號 我第一次去看車 我嚇到 欸 149萬的小車 擠皮天棚欸 欸 搞不好這其實是 GLA45改的 一模一樣 也一模一樣 要不要等一下去拿一台賓士的 拔下來 搞不好可以用喔 上面應該有賓士都多 幹真的有 有拍到 賓士都 欸 難怪它會賣這麼好 原則上搞不好是可以賣 超過149 少50萬買一台滿配的賓士 實在想如果是 GLA要選到這樣的配備 可能要2122 所以是差了 70萬 後座啊 坐起來 就跟這個 GLA一樣 差不多 因為它整個是 它連後座的那齣路口都長得很像 然後呢 欸我發現它的椅子的這個造型啊 電的造型 好像都長得一樣 然後ISOFIT 都一模一樣 我實在 有點找不出這台車有哪裡不一樣 除了LOGO 還有車型 對 還有開箱 好新喔 OMG 這個的長板 一樣嗎 跟這個 一樣嗎 幾乎一樣 連後尾門的鎖點 也幾乎一樣 連這個都一樣 欸我嚴重懷疑 它會不會是從 從一個生產線出來 但是通常外觀看長板就都不一樣 但是這個都一樣啊 真的嗎 真的一樣 真的這個巨大就是這樣子鎖大 然後這個 顏色的椅子的背面 這個 這個 我簡單來講啦 如果今天有人找我孤車 它直拍的這樣子 我大概都就會覺得失去了 這個沒有電動尾門 這個還是缺一個電動尾門 但是 我相信以這台車熱賣的程度 一定有店家在改 改個兩三萬應該就有了 我們再來上車那間給大家看一下 好 上那間看到這動畫真的會 打開來 這動畫根據都會一模一樣 它只擦那個圖案不一樣而已 方向盤 按鍵 雨刷撥桿 然後連冷氣 哇靠 它大概是這裡以上 這裡以上不一樣 一模一樣 這裡完全一模一樣 這台車還有環境 唯一這台車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說它這個是螢幕 螢幕就真的不是在用冰絲 哇連螢幕在用冰絲 真的真的緊繃了啊 冰絲到底要怎麼賣 我說覺得這樣冰絲 不會打到自己的車子嗎 那個MARK真的比較重要 你在想你就覺得說 當初買這兩台車真的很好 大概略至一二他的個性 你看剛剛這個王大哥 你看他們一整家這麼和樂 然後又是自己開公司 他本來就是比較偏 這種務實低調的門 他們就會想買 嘻花一點 想炫的 他們可能就真的還是會去買冰絲 哪一類的可以買哪一類的車 這邊開個地圖號 我強烈懷疑Q30 平均年收入高一具有一兩百 這就是那個思維 我覺得有可能喔 買這類車子的老闆就會覺得說 靠來要進來一樣的東西 或說如果自己本來就是做傳產 自己有在生產的東西 自己會覺得說 這明明就一樣的東西 你幹嘛賣我那金額 又不曉得那麼高調 本來就是通常有錢一點的 會比較精打細胜 我覺得有的時候老闆的思維 跟一般的思維一樣 沒有跟Logo而已 買價60萬 也確實如此 我剛剛沿路這樣子 從65開過來 這個1.6的引擎 它的換檔 包含它的加速的感覺 真的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我跟你講喔 連關車門的聲音 連那個把手打開的聲音 都一模一樣 如果兩台車一起去撞 難道賓市真的會比較安全嗎 你覺得 會嗎 這個就一定一樣了啊 對啊 那你底盤開起來的感覺 我就890這樣開 其實說得在這種1.6的車 就算你是GLA200 你是能多快 對啦 你能快到哪裡 再快也是GLA200而已 我剛剛可能要改口 如果是我 我可能新車我也會沒這個 哎唷 因為能夠享受到更多的東西 真的這個真的不錯 竟然能夠賣到普惡價 真的 代表說 這台車的價值 其實優點 訂得太低 當初可能好像有類似高過於它 但凡要缺車 要是要等車的 像Suzuki Jimi也一樣 那就代表說 它其實可以賣超過這個價格 其實都是加價賣 可是 當初應該沒有到那麼瘋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那麼缺車 這一次假日小收車 成功 剛剛吼納哥說 第一次看你長這樣 你現在長得看起來 確實也不一樣 這應該沒有那麼像年輕藝人 也年輕一點 有鴻魚燕的感覺嗎 不好說 你不要講太多 各位好朋友們 如果還想看我們收什麼車 或是說你有什麼車 想要讓我們估價 想要體驗這種加價的快感的話 也可以用LINEID搜尋 小老鼠HONGDA 鴻達 一律 加加加加 好不好 車照行照里程數傳上來 那我是晃東發直播 我是阿佑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大家在觀看 謝謝小朋友們 分享給你的訂閱 大家可以按讚 訂閱 打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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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